你这么拼命是为了白草吧 你也喜欢她 对吗 也喜欢 你喜欢她 是吧 如果我说我喜欢白草 你就可以放弃我 明知道她对你的心意 你也可以放弃对吗 果然 你还是跟以前一样 潇洒极了 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可以轻轻松松 说放下就放下 我没有 那你问我这些做什么 就像在远武道的赛场上 彼此要拼尽全力 才是对对手最大的尊重 你不需要让我 我也不需要你的放弃 所以 你是喜欢白草的 对吗 不 不 跟敏胜浩的这场比赛 不是因为我喜欢她 而是因为我讨厌她 讨厌她跟你一样 随随便便就可以 轻易地放弃冤武道 初晏师兄 初晏师兄 这个是我刚才从明在那里 拿回来的冰袋和冰块 你看 要不要给若白师兄敷一下 这样也许可以舒服一些 好 谢谢你 若白师兄还在发伤吗 嗯 体温还没有退下来 多少毒 三二九毒气 不是已经吃过退伤药了吗 怎么还在伤啊 难道 若白师兄不是普通的感冒发伤吗 我 若白师兄到底怎么了 到底是什么病啊 你初晏师兄你快告诉我 初晏师兄 你初晏师兄 别出去 我不想看到你 我 走 我 走 你不在想 百草 让他休息一下吧 白草 让他休息一下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走吧 带你去个地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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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明因为白草做了那么多 就还要板着脸对人家 把人家骂走 现在好了吧 一个人孤零零躺在这也没人管你 而白草呢 我看一个人家 我看一个人在楼下下转悠 我看一个人在楼下下转悠 也不敢上来 你说你这是何苦呢 我看一个人在楼下转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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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若白师兄带着这个暗风棒 它可以帮助你减轻压力 放松筋骨 还有这个 这个可好了 这个香薰机 它又可以进化空气 又可以帮助睡眠 还有 还有这些水果 也是我精心挑选的 这个苹果 我今天下午刚试吃过 特别甜特别甜 我现在去跟你笑啊 若白师兄 我还是先把香薰机弄起来吧 好了好了好了 若白师兄 你怎么还咳嗽啦 我给你切点水果软一软啊 真的 说不定你吃完这个苹果你就好了呢 你 马上好 马上就好 我 我 帮我帮了 帮我帮 对不起 没事吧 方小姐 你 你是 你是在杀人还是在抓过人家 我 我真的服了你了 你看你 一来就把我们家都弄不乱 赶紧走吧赶紧走吧 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这些都是我精心挑选的 我不是故意的 你也没事 再说我也不是来看你的 我是来看若白师兄的 若白师兄 有我照顾你 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你走 听见没 人家下圣旨了 不 可是 可是我要照顾你啊 拿点东西赶紧走 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 不行你不能没有我 还好呀 没有不需要你 好好好 我也是没办法 你要休息啊 那你帮我照顾好 我的若白师兄啊 灰蜂 我都能够 怎么还没有退上 白嫂 真找你呢 入白烧一直没有退 怎么还没有退呢 吃药了吗 别管那么多了 听进去才说吧 走 快快快 好烫啊 除了声说了 只要他今晚能退伤 那么问题应该还不大 可是 现在药也吃了 他伤还没有退 汗也一直没有出 有没有给若白师兄 都喝点水 喝了 喝了好几杯呢 那吃饭了吗 他说他没有胃口 然后就睡了 这样不行 必须得多了喝些淡盐水 不然身体会吃不消的 若白 若白 先喝点水 若白 白师兄 白师兄 喝一点淡盐水 白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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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睡吧 你 我 我是白草 白草 白草 她怎么了 还是很疼 我去煮电汤 玉米 太好了 终于出汗了 作曲 李宗盛 万世兄 好 吃药了 万世兄 你怎么在这儿 我说了 我不想看到你 我等你病好了 我马上就走 我已经好了 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 我承认是我太莽撞 太冲动了 万世兄 我知道错了 原谅我 会不好 你知道自己错了 那我问你 在比赛前 你确信你可以打败金米珠 没有 如果败给金米珠 你会向金米珠 你会向金米珠下跪道歉 如果败给金米珠 你会从此退出愿无道吗 回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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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不会 不会 不会 我不会 我不会向金米珠道歉 更不会下跪 就算是让我死 我也不会那样做 那你为什么要跟金米珠有那样的约定 既然约定了 既然约定了 你就想到输掉的后果 一旦输了 你就必须信仇成人 我不会输 我也没有输 好 我听到了 如果你输了 你不会向金米珠下跪道歉 你不会向金米珠下跪道歉 但是 你会从此退出愿无道对吗 不是的 只是 如果 我连自己的师父都保护不了 那我练习愿无道 还有什么意义啊 好好集办走 好好集办走 那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练任无道 是为了保护你的师父你才要练的对吗 好 你走吧 我还有衣服 没水了 我去打点水 白嫂 你再替我照顾若白一会儿吧 若白师兄 出去 不是这样的若白师兄 最初 我练习愿无道 是为了保护家人 保护师父 我愿意为了他们付出一切 我也愿意为了保护你 保护晓英 保护我身边我在意的每一个人 付出所有我可以付出的 除了这些 我也热爱元武道 每次打赢比赛 我都会很开心 每次大家围上来对着我欢呼的时候 那是我最开心的时候 若白师兄 我知道我错了 因为我付出了那么多 你相信我 我以后再也不会那样了 请你这样的远洁 我拍拥了 你不愿意 我拍摄的 你不愿意 我拍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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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愿意 不愿意 别吵 你回来了 怎么了 若白师兄还没原谅你啊 白师兄还是会生气 别说你了 我都被他赶出来了 不过没关系了 算了算了 若白师兄他就是那种面冷心热 他不会真身你气太久的 很快就好了 没事没事 对了 你把那个最优因缘拿下来 回去把婷姨给打败了 若白师兄保证开开心心的 一点气都没了 真的 对 我知道了 我会努力的 想起来今天真的是个大好的日子呀 你看金一山那妇女俩 一天到晚都嚣张得不行了 今天居然要当着大家的面 给你道歉呢 我想想我就激动 要是你师父在就好了 他一定会非常开心的 是啊 要是师父能在就好了 力量是元武道的基础 你上次之所以没有胜过齐白嫂 原因之一就是你太注重技巧了 忽略了真正的关键要素 就是力量 BILL 虽然 你 小伯娘 你 林居 你 你 你 明居啊 我有个带 还是那个超级讨厌的七百草 今天他就要逼我父亲道歉 真是 气死我了 你 你帮我教训他吧 嗯 不行 七百草 嗯 真是的 七百草 哎呀 好可惜啊 我想到一会儿他们就要到夕了 你好 七百草 昨天 你打败我 不错 很厉害 我心服口服 不过 我水平很差 我是我们昌海 倒数第三弟子 你打败我 没什么 所以 我请来了我们昌海道馆 倒数第四弟子 跟你来交流交流 哎 金明珠 你爸今天就要道歉了 你怎么还在这儿不服气呢 那你要不服气 你自己跟本嫂子打一场咯 哦 我知道了 你怕了是不是 你知道自己打不过白草 你又怕输得更惨 所以你就找了个高手来助阵 是不是 哎呦 拜托 你能不能骗人自己回去编一套啊 什么倒数第三 倒数第四 那全是我两年前班剩下的 我不跟你们吵 今天就让你们看看 我们昌海倒数第四 比你们气白草怎么样 怎么样 你 你好 可爱的泰迪熊 我们又见面了 你是 你是 想许我了吗 我都开爱是个朋友 你这个样子还真是有趣 跟我以前最喜欢那只太天熊一模一样 是你啊 他干嘛呢 他是在调戏你吗 我都在说 你 你怎么做的 见过 他很不错 抓到了一个小偷 你 你怎么做的 你怎么做的 那天晚上我发现 你腾空的高度非常不错 而且判断力也很强 我希望可以邀请你切磋一下 就在前面那片竹林 你看可以吗 我考一认 他是静女如大雷的人 小心我 这儿 没有说 心疼 好 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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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这么多规矩 我们只是简单地交流一下 你看行吗 那我们开始吧 我们开始吧 你居然能够这么准确地判断出对手的进攻路线 这是天赋吗 不是的 我也练了很久 再来 奇怪了 明明都是白草看穿了对方的出腿意图啊 防守也很到位啊 按道理说应该这个女孩处于下风才对 可是为什么看起来反而有种 一切都在她掌握之中的感觉 那个人怎么跟白草打起来了 那个人怎么跟白草打起来了 他是谁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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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她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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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就是她呀 就是那天去出言前辈房间的那个女孩 我可以看一眼你的旋风三连梯吗 我承认 白草是我第一次用心喜欢上的女孩 无论是两年前 还是现在 我都真的很喜欢你 你是我真正喜欢的第一个女孩 我也知道出言喜欢白草 但我不想再等她 我喜欢你白草 我不介意跟她公平竞争一下 援武到她退出了 至少这件事情 她并没有想过去 王后 我还是你的出言师兄 你有什么心事 也一定要告诉我 若白这个人 我对她太了解了 她永远都是 说的什么 做的 我肯定 说出这奖励 这奖励 她是我喜欢的女孩 也是我对你不胜利去守护的女孩 我不会轻易认输 这毕竟不是一场比赛 白草的人生 必须拥有最好的那一位 那个人怎么跟白草打起来了 她是谁呀 来 英雄 是她 谁呀 谁呀 就是她呀 就是那天去出言前辈房间的那个女孩 我可以看一眼你的旋风三连梯吗 她 她 天哪 她 太贵了 她怎么做到的 这么轻松就闪开了 白草的力量很大的 原来是这样 你腾空的高度非常高 只有到这样的高度 才可以踢出三连梯 我的三连梯 连金敏珠和亭义都没有避开 就这样被她清清风风地避开了吗 你是一个很有天分的人 你的判断力 反应速度 体能 还有腾空的高度 都非常出色 如果对手隔挡前两连梯 就会很难避开第三连梯 那如果对手的速度会更快 你又该怎么办呢 如果对手的速度像我这样快 你又该如何呢 让你的身体超过你的眼睛 这样即使对手的速度再快 你也可以占到陷阱 不过 这只是理论上的方法 希望有一天 你可以真正实现它 你好 我是李恩秀 李恩秀 她说她叫什么 李恩秀 就是那个少女宗师李恩秀 从训练营开始之后 所有人都没有再见过李恩秀 有人说他出国比赛去了 还有人说他在闭关修炼 没想到今天居然能见到真人 我真的是太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了 我是七百草 怎么还抱上了 我很喜欢你哦 最好 你怎么回事 你不要回来 你们干什么 我真的不管 你不知道 你在干什么 要快 要快 你要快 小姐 我不腻 走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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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居啊 你就不要不服气了 百草现在的实力是要胜过你的 如果你想要在最右银鸳的选拔赛上 胜过百草 那就一定要好好地练功 不要再练那些唬人的连环十八双飞踢了 你的体力过人 如果练一些扎实的腿法 会进步很大 好吗 可以 那个 那 那 对 在短短的时间内 银屹的速度不仅提升了 连力度也提升了重度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他还可以更快 如果有一个真正的竞争对手的话 他可以积累出 原来到选手更高的潜能 就行 你说金衣山大师会不会道歉 我觉得会吧 我的录像啊 怎么还不开始 在一起咋样的 人都到齐了 金山大师怎么还不到前面 还大师呢 我看是大失败吧 只可惜若白叔身体不好 今儿来不了了 看不了这么精彩的一幕 我一定要记录下 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回头金铭主要是 再赶来闹事 我就办给他看 看他还扫不还扫 其实如果他们知道错了 也不一定要当着 这么多人你们要道歉 你好欺负是不是 你答应我们还不答应呢 别闹 你来了 来了 来了 启牌藏 请站到中间来 去吧 昨天的比赛 你们赢了 不错 打得很好 谢谢 其实昨天的事情 我可以履行承诺 向曲向南道歉 以后也不会在公共场合提起这个人 不过 曲向南服用兴奋剂 有根有据 丝毫也没有冤枉的 你们可以堵住我的嘴 但是你们堵不住 整个援武道界所有人的嘴 不是这样的 你们畅海道馆什么情况啊 不是说好了道歉的吗 怎么现在还扯东扯西 变本加烈地侮辱别人 就是 是谁 违背援武道精神 在比赛上作弊 除非他能拿出证据 证明他没有服用兴奋剂 否则 他和他的徒弟 就永远没有资格练习渊武道 没有资格参加训练营 我师父是被冤枉的 你们没有资格不让我练习渊武道 我不会背叛我的师父 我也不会退出 快来人 把他给我赶出去 请你出去 你们干什么呀 你们昌海道馆 为了自己的人能拿到最优营员 都会刁难别人对不对 我们暗阳的队员 是受邀来参加切磋和训练的 你们这么做不合适吗 就是啊 就是啊 慢着 我们集团是本届训练营的重要赞助商 想从这里开出一个人 是不是要经过我们的同意 天哪 居然是挺好前辈 金山大师 你说对吗 只要他是瞿向南的弟子 他就没有资格 瞿向南过去是现在是 永远都是我的师父 我不会放弃我的师父 我也不会放弃元武道 至于昌海道馆 我一定要这样强词多理 是非不分 我也不想在这里多留下去 初音师兄 听好前辈 给你们添补他 我们一起走 对 我们一起走 什么破道馆 请我留下来 我还不留下来呢 走 快走 走 我们跟你一起走 走 一起走 对 我们一起走 我们一起走 等一下 我还带来了个人 你一定要见一下 什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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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麽啊 就是张庙 是 谢谢 撤 转 撤 停 谢谢 没事 光雅 光雅 师傅 你怎么到韩国来了 对不起 师傅来晚了 让你们受委屈 许向南 你已经被赶出怨务道 你没有资格站在这里 我这次来 就是为了要澄清那件事 师傅 师傅 师傅让你承受太多压力和委屈 我想清楚 不能再这么下去 当年那场比赛 我没有服用兴奋剂 师傅 我就知道 他们是冤枉你的 胡说八道 你说没有就没有嘛 当年的检查结果铁证如山 而且 如果你觉得结果不公正 为什么当时不说 你根本就是因为兴许才不敢说 当时我的妻子 就因为看了这个新闻 引发了难财 我急得赶回去看她 我根本就没有机会 做任何伸手 只是 我没想到还是没有办法救回她 胡说 胡说 别骗人了 我父亲顶天立地 了不起 如果你没有服用兴奋剂 怎么可能 第一轮就将我父亲打败 你无非就是无法接受 输给我的事实 够了 去湘南 我没有输 我更不会输给像你这样一个人 你这番鬼话 没有一个人会相信 我信 我知道我师傅不是这样的人 也只有你的徒弟相信你罢了 连你的亲生女儿都不信你 我相信你师傅 我也相信 还有我 我也相信 算我一个 白嫂 我们也相信你 对 我也相信你 我也相信 我也相信你 我也相信你 你们都闭嘴 徐湘南 你以为你搞这一套会有用吗 找几个人来相信你 就可以抹平以前犯下的所有错误 你说你没有服用兴奋剂 那证据在哪儿 如果没有证据 那这一切都是废话 那我不会承认你 昌海不会承认你 整个援武道界更不会承认你 你 我很期待同你下次交手 如果你放弃做取向男的弟子 还有机会参加最优因缘的选拔 不可能 不可能 我不会放弃我的师父 也绝对不会放弃最优因缘的选拔 你要证据是不是 我们一定会找出证据给你看的 到时候 请用吕行银未完成的承诺 当众向我师父道歉 还可以毕竟 那个男人 antes的期待 我喝酒 我喝酒 师父 这是我给您买的高力参 还有药酒 幸好您来了 要不然 我都不知道怎么寄给您呢 我知道你惦记了师父 他为师父说了这些 可是师父却不能留在你身边 为你做些什么 还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 师父 您别这么说 从您从火场里 把我救出来的那一天开始 我就知道 我的师父 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人 我知道 您绝对不会做出那些事情的 可是 您为什么要让自己 承受那么多年的委屈啊 是我太自私了 我年轻的时候 一心只是钻研远舞到好 我亏欠缘太多了 年轻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直到 直到我看着她 看着她 我不想再做任何便捷 我知道那是对我的惩罚 我认你 只要让我待在暗阳 待在缘的身边 我都可以 可是我想都没想过 对我的这些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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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给你 和光雅 带来这么大的屈辱 带来这么大的屈辱 是我太自私了 我 师父 我知道 我知道你为了我 而压下你的未来 师父不想看你这么做 所以我会在电话里告诉你 我服用了兴奋剂 直到天好点醒了我 因为你 光雅 还有我 我们是一家人 不管我们距离多远 分开有多久 我们都是猜不散的一家人 你 师父 这么多年 都是您为了我和光雅 默默承受了所有的屈辱 这一次 就交给我吧 我一定会找到证据的 辛苦你了 什么呀 什么呀 举光雅 你真的不过来跟我们一起查呀 这好歹也是 帮你的亲把别找证据 我没空 要查你们自己查吧 这些资料里什么都看不出来啊 哎呀 这怎么找啊 这都是当时的一些文字的资料 哎呀 这怎么找啊 而且还都是韩文 看不懂啊 看不懂啊 可不是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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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查了半天了 我这查了半夜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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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语又那么多的敬语 我这归根结底 这半夜只只讲了一句话 比赛结束后 暗阳选手屈向南 兴奋剂检查阳性 我觉得吧 就算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看完 也不一定能用得上 你想想 举师傅她自己没有服用 可是查出来又是阳性 她会不会是让人给下药了 完全有这个可能 我太聪明了 可是就算她被人下药了 如果隔了这么多年了 这个证据该怎么找呢 哇塞 十几年前 那时候我们才几岁啊 网络也不发达 要不然说不定还会有人拍个视频 发到网上 发个微博什么的 那样还好找人 视频 对 就是视频 视频 我在想啊 十几年前 可以摄像的手机肯定特别少 可是这种大型比赛 肯定会有全身摄像啊 而且肯定不止一个摄像头 只要我们能够找到 视频资料存放的地方 也许我们就能发现些什么了 对啊 对啊 我知道了 就用我这个机智的美少女 可以来为大家一一推理吧 我查到了 过来看 就是在这个体力中间举行的 上面还说了 只要在这个体力中间举行的各项大赛 他们都会有视频资料 所以 曲师傅那一届的视频资料 肯定旁边也有 可是你看这上面写着 资料馆的资料 仅供会员单位使用 那我们怎么进去查呀 就算再难的地方 为了师傅 我也要去闯一闯 大家听我命令 大家听我命令 这次的作战任务非常严峻 所以我们一定要排除万难 万无一失 完成任务 不死不休 里面会有很多设想的 所以你们一定要隐藏好自己 千万不能让他们看见你的脸 他们都看见你 好了 来 开 怎么了 我多么伟大又缜密的计划 你们都不崇拜我吗 你看 白草 挺有钱的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不是说好了在宿舍等我的吗 我们就是给你一个惊喜啊 我们散步就来到了这儿 迎接你 真的不好意思 方先生 时间搁得太久了 所以说那一届的比赛的录像 都混在了一起 真的不好意思 方先生 没关系 还是要感谢你 好好好 在这里 好 大家 脑子了 够 这张不是 怎么没用 哎呀 真是的 这些光盘一个标识都没有 都过了一天了 还有两天时间了就 这么多光盘怎么找啊 要不 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你一个人找就好了 我平时睡得完 现在正清醒呢 我陪你看 我也是 我是叶猫子 我也不困 我最不爱睡觉 我天上头也不困 我也不困 把枕的蝶片敲出来 谢谢 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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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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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